女孩临死前诅咒整个国家 思想性格狭隘 体育全靠耍赖 祖宗到处乱败 天天都吃闲菜 随后她便在守护国运的神术上上吊自杀 此时千年神墓被女孩的怨念焚毁 化作点点星火 但随着诅咒像病毒一样挑向整个国家 女孩死后来到了民府 见到了阎王奶奶 阎王化她干得漂亮 可诅咒一旦出发便无法修正 十万人将因为服用过量的亚硝酸盐患上癌症 因此天神只能惩罚女孩追入地狱 女孩十分不服 便讲起了她的伤心往事 少女本名与直播小梦 出生于屋顶诗家 天生拥有血轮眼 还以发动无限阅读 进入别人的梦境 眼前的奶奶整日卧床不起 经过梦聊 小梦很快便找到了原因 她告知奶奶子女家中爷爷墓地悬址不佳 因此王焚常常跑到奶奶的梦里发脾气 只要将墓地迁移到向阳之处 老人的义症即可痊愈 由娱乐与主人解决了不少阴难杂症 小梦深受邻里相亲的喜欢 可母亲却整日劝告小梦 不要经常使用血轮眼 否则女儿将和自己一样 成为别人眼中的怪物 某天皇后娘娘亲民神术 三寇九拜 原来太子恶极缠身 昏睡三年未曾苏醒 做母亲的心急如焚 一旁的宫女告知娘娘 山下的村里有个奇女子 能入梦解忧 也许能唤醒太子 就这样小梦被传唤进宫 大大握住太子御手的那一刻 便感受到了千万冤魂的哀嚎 原来王族为了稳固江山 杀了太多无辜之人 他们死后一直阴魂不散 因此太子才会一觉不醒 为了国家的未来 小梦握紧太子的手 聆听了每个王魂的怨念 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 太子的脸色终于好转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小梦完成了使命 拜别了王后 为了表示感谢 皇族对小梦进行了丰富的奖赏 可小梦并不开心 因为在梦里 他已经爱上了太子 另一面 苏醒的太子也和之前 叛容两人 不自读书 承认傻笑 皇后不知道太子先让爱情 还以为她伤坏了CPU 便赶忙派遣宫女 再次将小梦请入宫中 可宫女来到小梦的家门口 却听到了许多闲言咒语 村民们由于嫉妒 女儿也到了奖赏 便断言小梦 卫护了世子 甚至要进入后宫 成为未来的皇后 听闻此事 宫女立刻折返回宫 小梦的母亲 顿感大事不妙 赶忙收拾行李 让小梦到乡下躲躲 同时她摘下头上的发簪 告诉女儿 只要握住发簪 便能找到肚女的贵人 小梦连夜逃走 却发现自己的家中燃起了大火 她一路狂奔 闯入室内 此时的母亲 亡已被荒作杀害 小梦突襟入骨 伤心欲绝 她来到守护国运的神术之下 推倒了贡果 将自己的恨意 全部化为诅咒 随后扯上三尺白铃 自挂东南枝 瞬间 小梦发迹掉落 大地无声开裂 神木被怨念焚毁 化成灵火 飘小凡间 阳王奶奶牺牲怜悯 让小梦突返人间 并用显龙眼 进入十万人的梦境之中 消除凡人心中的遗憾 这是神的惩罚 也是神的奖赏 专业五百年过去了 小梦长成了大人模样 成为了游走于人间的梦神 她不老不死 已经完成了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的KPI 再有十个名额 变得解脱 为了防止小梦通来 严王派遣一间时 就把硬龙作为监督 两人合伙开了一家大牌档 名为双甲物别摊 效应八方客 梦度有缘人